在这些线索中 一条信息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王兴他经营的这家店铺 上面是欧派电动车维修 他能认出来本地口音的男子 他以前见过 知道是我们泰河县旧县旁边 那个藩庙村旁边的附近的人 但是具体姓名他不知道 这个线索对警方来说至关重要 警方确认骑摩托车的男子 是泰河县村民万斌43岁 曾因盗窃罪被判刑 那么他刚刑满释放 为什么要抢走5岁的小女孩呢 还有一个就是坐在摩托车 后座的男子又会是谁呢 这两个人到了河南之后 为什么突然没了踪迹呢 警方通过研判发现 万斌近日和河北涉县的一名女子 关系密切 而根据视频监控显示 他之前的逃窜路线一路向北 正是望涉县方向 接到线索后 公安部刑侦局大管办主任陈世渠 立即从赶赴河南的途中 调转车头直奔邯郸 现场协调指挥 晚上10点 在小云旋消失后的第55个小时 警方对万斌 以及和他一起抱走孩子的男子 分头实施了抓捕 晚上11点02分 在经过了56个小时的努力之后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同时被捕 小云旋被成功解救